HELLO 大家好,我是Hidy 上次在Instagram開live時,有人問我 Hidy,你會不會拍一月最愛的影片? 很久沒見你拍最愛的影片 既然有人問到,我就馬上開機拍 不過,今天在說一月最愛之前 就來一個廣告時間給我們的乾爹Anna Luisa 接下來就是新年和情人節 Anna Luisa 都有Valentine's Day sale 有85折的優惠,15% off 如果你現在看到這條影片,有什麼想買的話 立即落單都可以,因為這個優惠已經開始了 他們的小飾物價錢很 reasonable 無論送給自己也好,身邊最 close的朋友 都是一個非常不錯的選擇 今天我就有三樣飾物跟大家介紹一下 首先,我選了一對很精緻的耳環 一邊吊著星星,一邊吊著月亮 上面有閃石,看起來很斯文,很得體 有沒有發現今年冬天我穿多了這一類 有一個比較成熟、大姐姐的風格 想擺脫了可愛活潑的形象 所以這一類型的耳環是很精緻小巧 非常適合今天的妝容和這件衣服 然後第二樣的項鍊 就是我現在戴的這條項鍊 它是一個金色的 然後你看到兩條,其實是一個雙層的設計 是同一條的項鍊 只不過它是分開上面有一顆粒 然後下面就是一個金牌 所以看下去就會有一種層次感 然後第三樣東西就是關於命理算命的事 都是迷信小heidi 就是一隻金色的戒指 早前去算命的時候,就說我右手如果戴一隻金戒指 運程就會更加好 今次在Anna Luisa的時候,就看到這隻金戒指 我馬上覺得非常喜歡 它粗又很適中 然後上面是有點像泡邊的紋理 所以現在戴著,你也不會覺得是上了年紀的人 才會戴的食物 我想大家都聽過Anna Luisa這個牌子 最有名的是他們用回收金 比較環保一點 而且他們的廠都是跟一些大牌子同一間 所以有質素的保證 我今天不重複這些項鍊 就想說一件事就是 我之前跟他們合作的時候 我收過一條鏈 這條鏈已經有一年半的歷史 完全沒有保養 完全是到處亂丟的情況下 它真的做到 看見到依然是反光 而且金色的鏈也好 鏈墜也完全沒有掉色 我覺得這樣說是更加有說服力的 因為新產品一定是金碧輝煌 很新正、很漂亮 但是用完一段時間 你不特別去打理它 它會不會變得又氧化又變色又掉色 是真的不會的 所以我自己就很喜歡跟他們合作 就是這個原因 Anyway 我們繼續去我們的一月最愛 大家很勤力地洗手 已經有超過一年的時間 不知道會不會對洗手液開始有執著呢 但是我不想再用一些 洗完手又乾又粗 然後之後 總之整對阿婆手的感覺 我真的接受不了 所以最近我找到一支洗手液 洗完之後 手是滑的 然後香噴噴的 整個一種 好像在SPA裡面的感覺 就是YESUP的這個HANDWASH 這支洗手液有500ml 所以是可以慢慢用的 我認識它是五年前在法國一間薄餅店 打算很普通地去洗手 誰知一支出來驚為天人 它裡面是有磨砂的 所以我就默默地記下了它的名字 它的牌子 但是我一直都沒有買過 因為我覺得洗手液而已 不用二百多元 但是 上年真的日洗夜洗 覺得自己折磨對手折磨得很厲害 所以想好好地對待自己 我還是忍不住買它回來 然後就是一支透明質酸的保濕精華 它的牌子是Good Monocuse 在Black Friday的時候入手 它有什麼特別呢 就是特別便宜 這麼大支 30秒48元就買到了 不只是一個便宜 它真的做到保濕 而且我很喜歡它的質地 一般的透明質酸精華 它們要麼太稠 要麼太稀 要麼太稀 這一款它是剛剛好的 不會滴下來 但是一推出來 非常之好推 很好吸收 而且完全不會滴 聽到聲音嗎? 很清爽的 我實在用過太多款 這一類型的精華 便宜也好貴也好 是很容易黏黏黏 然後之後很厚一層 雖然做到保濕 但是它一批在上面 我是接受不到 這一款它是輕度保濕的 你不可以當它是超級滋潤型 或者是超級保水型 它是做到一般日常的 你需要清爽的保濕感 還有48元的價錢 韓國製造 真的非常非常值得入手 第三個就是NARS的 這款Soft Matte Complete Concealer 真的覺得跟它相逢幸晚 我是用了很多很多次 一個高狀的設計 摸下去很容易 用手指溫度就溶了它 但是呢 你拍上去皮膚上面 是可以拍到很薄 好像磁石一樣 吸附在皮膚上 完全不需要定妝碎粉 它也不會掉 只要有心機 慢慢地拍開它 它會做到一種非常薄 但是遮瑕度很高的妝效 它雖然是一個高狀 又不用定妝 但是化眼底的時候 不會起光紋 因為它實在是太薄 和太貼服的皮膚 所以呢 平日如果是自然的妝感 我懶得用Tarte的太強 太過遮瑕度高的話 我就一定是用NARS的 非常非常推薦 然後呢 我就想說一個頭色 就是現在很大熱 外出也很多人用的 大大鯊魚夾 其實呢 我之前也有買其他款 例如這個普通金色 但是呢 我覺得這個金色真的太單調 雖然呢 我真的在街上看到超級多人用 超級容易撞款 已經不是特別喜歡的了 但是買了也要用的 之後呢 我就在IG購買了 這一款呢 雖然也是金色 但是那個細節位呢 真的差一點 就是差很遠的了 一樣都是金色 但是呢 它再加了一條 燕密色的絲帶 在裡面繞著呢 真的有一種 細節位的感覺 它夾在頭上 是完全 跟一個普通的金色 是兩回事來的 通常呢 我都是會用一條 比較低的馬尾 之後呢 就會 繞兩個圈 然後呢 向上 再下來 然後 就用這個夾 夾緊它 然後把一些碎了出來的頭髮呢 放進去 然後呢 就把上面的頭髮呢 慢慢的 拉鬆一點 然後呢 我會把旁邊的兩側頭髮夾軟 就可以出街了 非常之 不需要打理的一個髮型 所以這陣子真的很喜歡 這一種的大大鯊魚夾 剛才夾頭的時候 大家有沒有發現到 我的頭髮變成兩層色 沒錯 我會喜歡這次的髮色 它是一種低調 然後有雙層的感覺 因為呢 我打算新年做一個新的髮型 但是又不想太浮誇 但是又想有些東西看 所以呢 我就跟我的髮型師說呢 我是想 底部那裡 整個都是淺色 然後呢 上面蓋一個深色 若隱若現的感覺 真的很想給我的髮型 他做到我想要的效果 最後想和大家推介一個零食 就是一款朱古力餅乾 本身呢 我都很喜歡吃這個牌子的朱古力 所以呢 它一出零食 我全部看到都會買回來 但是真的是 雷試雷敗 每一次我都覺得 裡面一坨霜 然後很甜 然後 總之就是 太漏了 我不喜歡吃的 除了這一盒 我終於試到一個我喜歡的了 我在759那裡買回來的 那它是韓文應該是韓國的零食 裡面就有兩包的 一包好像有三塊 沒錯 裡面是有三塊 這個有厚度的脆脆薄餅 它算是一個小甜的零食 它有朱古力的香氣 但是又不會甜到膩 它是有適當的脆度 但是又不會去到薯片那麼脆薄薄 嗯 真的很喜歡 我真的很喜歡吃它 我已經買了很多盒放在家裡 雖然我經常說自己不吃零食 但是呢 有時候下午都會吃一包三塊 不太過分而已 應該可以的 好啦 今天就分享了我的一月最愛 希望大家都會喜歡看 也多謝Anna & Louisa他們的贊助 如果你們對她的首飾有興趣的話 可以按下下面info box的link 就會有他們Valentine's Day的85節優惠 如果大家喜歡今天的影片 記得按個讚和訂閱我的頻道 我每個星期都會上載兩條新影片 逢是六更深 還有日更十二點 那我們下條影片再見啦 拜拜 不是一種享受的事 所以我回想起它 好痛啊好痛啊好痛啊 還有一頓 七月十五秒 那麼多五千這個 休息一下